撒姆尔记上 第三章 那孩子撒姆尔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意象也不常有 有一天 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的眼睛早已昏花 不能看得清楚了 神的灯还没有熄灭 撒姆尔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安放神约柜的地方 耶和华呼唤撒姆尔 他说 我在这里 他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说 我没有呼唤你 回去睡吧 他就回去睡了 耶和华再一次呼唤撒姆尔 他就起来 走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说 我儿 我没有呼唤你 回去睡吧 那时 撒姆尔还没有认识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向他启示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姆尔 他又起来 走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就明白 是耶和华呼唤这孩子 因此 以利对撒姆尔说 去睡吧 如果他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 请说 仆人静听 于是撒姆尔回去 仍然睡在自己的地方 耶和华又来站着 像前几次一样呼唤 撒姆尔 撒姆尔 他回答 请说 仆人静听 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看啊 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 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在那日 我必在以利身上 彻底实现我论到他的家所说的一切话 我曾告诉他 我必按照他所知道的罪孽 永远处罚他的家 这罪就是他的儿子自招咒诅 他也不责备他们 所以 我向以利家起了事 以利家的罪孽 永远不能用寄物或贡物来买赎 撒姆尔睡到天亮 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但撒姆尔不敢把异象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撒姆尔说 我儿撒姆尔 他回答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话呢 你不要向我隐瞒 他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如果你向我隐瞒一句 愿神对付你 并且加倍对付你 于是撒姆尔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一句也没有隐瞒 以利说 他是耶和华 他看怎么好 就怎么行吧 撒姆尔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一切话 没有一句落空 从但到别是吧 以色列人都知道 撒姆尔被耶和华确立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世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在世罗 借着他的话 向撒姆尔启示自己 没关系 我先听说 我看这个话 来叫他 给他作词